林墨宇和夏雪三人也有一段时间没见 便聊了一会 夏雪惊奇地发现 林墨宇发生了一些改变 虽然还是他爱说话 可是相比以前已经好了许多 不再那么冷办 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 至少能正常交流 看到几人聊得挺好 夏伯俭不断暗自点头 林墨宇现在名声很大 人族中最年轻的神将又是白神弟子 前途不可限量 孟安文更是为了林墨宇 在神下塔试炼之时 拿五百人给他做磨刀石 他看得出来 此时的林墨宇浑身圆润气息收敛 已经奠定好步入神级的基础 将来不出意外 必然是一尊神级强者 甚至比自己更强 对这样的天才 夏伯俭知道尽可能交好 不要得罪 如今看到夏雪和林墨宇相谈甚欢 夏伯俭也极为高兴 空气里传来一股好闻的香气 林墨宇抬头看见东方瑶正踏着连步走来 东方瑶身为公主 一举一动都透着高贵的气息 在走过来的瞬间就抓住了大量眼球 她的美丽 她的高贵都散发着惊人魅力 就连同为女性的夏雪和左眉都被她所吸引 许多女性在看到东方瑶的时候 甚至都会滋生出一种莫名的自卑感 东方瑶迎迎行礼 东方瑶见过剑神大人 见过林神将 虽然身为公主 但从地位上说 无论是神级夏伯俭 还是身为神将的林墨宇 都要高他一头 公主只是他的身份 并不是实力 夏伯俭略有些943奇怪 为什么东方瑶会过来 皇室一脉有些超然 也有些特殊 神夏塔试炼 和他们向来无关 东方瑶虽然挂名在夏经学府里 但夏经学府里的各种任务和试炼 也和她没有关系 她有自己的修炼之路 只是偶尔会借用夏副本殿堂 夏伯俭问道 瑶公主怎么过来了 你们皇室一脉 不是从不参与神夏塔试炼的吗 东方瑶脸上露出夺目笑容 如同圣放玫瑰 我来找林神将的 林墨宇带着疑惑看过去 不知道东方瑶找自己有什么事 东方瑶说道 上次多谢林神将带我刷副本 我答应林神将的事 已经准备好了 请问林神将什么时候有空 林墨宇几乎都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 如果东方瑶不提 可能他都不会主动去提 可既然东方瑶主动说了 林墨宇也不客气 就现在吧 东方瑶笑容更为灿烂 好的 我为林神将引路 看着二人离去的背景 夏伯俭微微有些皱眉 夏雪探道 这就是瑶公主吗 好漂亮啊 和她一比 我就是丑小鸭 风修摇了摇头 你和她差不多 还有左眉 左眉瞪了风修一眼 管我什么事 风修善善一笑 自己马屁似乎没拍准 夏雪和左眉也很漂亮 和东方瑶像 CFDD 比 在气质上略有不如 夏雪说道 不能比的 人家可是公主啊 夏伯俭哈哈一笑 公主又怎么了 小雪也是我夏家公主 身份地位哪点比她差了 风修点头 东方瑶虽然号称帝国公主 其实也就是神级家族的公主而已 身份也就这样 不说夏雪 即使是她 见识风家的后人 地位也不会比东方瑶差多少 夏伯俭看向左眉 小丫头 若是论起身份 你可能比东方瑶还要高贵 左眉大惊 怎么会 夏伯俭哈哈直笑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帝国皇宫外的传送阵亮了起来 林墨宇和东方瑶出现在传送阵中 接着东方瑶结出数个手印 传送阵嗡嗡作响 两人开始二次传送 前往皇宫内部 任何一座传送阵 都无法直接到达神下帝国皇宫内部 都需要通过皇宫外的传送阵 进行中转 并且需要特殊的手印方能进行 这也是为了皇宫的安全着想 东方瑶丝毫没有隐藏林墨宇的意思 当着他的面结出手印 手印相当于是密码 这样做 显得他很信任林墨宇 他觉得 这样做应该能获得林墨宇的好感 可结印时一看 林墨宇根本没有在看自己 不免有些小失望 皇宫内部环境优美 鸟屋与花香 身为神下帝国的皇宫 建筑规模大的惊人 占据大量土地 皇宫内部 甚至还有几座数十米高的小山 据说是神级强者专门移过来的 普通人若是在内部浏览 足够转上好几天 东方瑶发现 林墨宇和别人不同 明明是首次来皇宫 并没有表露出什么震惊之色 换成别人 总会惊讶一下 林墨宇性格静淡 而且一路上干过的事 图成都图了好几座 能让他惊讶的已经不多 东方瑶带着林墨宇在皇宫里走 同时说道 我们皇室一脉 都掌管着一座密库 里面有一些古老典籍 在外面是找不到的 就算你的老师 也没有看过 你要答应我 不能把今天看到的内容外传 包括你的老师 林墨宇想了想 好 东方瑶相信林墨宇的话 继续说道 除了带你看资料 我还想和你再做笔交易 说说看 林墨宇并没有答应 有些交易可以做 有些交易不能做 东方瑶说道 我们皇室手中有一座副本 不过只有普通和噩梦难度 根据我父亲测算 这座副本应该是有地域难度的 但始终没能完成副本升格 你能不能帮我们完成 林墨宇依旧没有答应 多少级的副本 东方瑶说道 45级的副本 你正好能进去 林墨宇想了想 若真是45级的副本 倒是可以试一下 东方瑶高兴地说道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你想要什么条件 尽管提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的 都能答应 林墨宇说道 能不能做得还不清楚 至于我有什么要求 到时再说 若是做不到 我现在提了也白打 笑容灿烂 我相信你 走了好一会 终于来到了一座宫殿面前 宫殿古色古香 看上去并不起眼 而且 外面没有任何标识 怎么也猜不到 这里会是帝国的秘库所在 东方瑶敲了敲宫殿大门 用清脆的声音叫道 丽爷爷 是我 数秒后 宫殿大门缓缓开启 借着一股异样的气息 从中传了出来 神级的气息 不是帝国阁老的那种伟神 而是真正的神级 但是比起阎皇生 白亿远 似乎还是要差了点 身为皇室 家族中有一两位神级强者 再正常不过 林墨宇丝毫没有多想 进去吧 东方瑶带着林墨宇走了进去 大门砰的一声关上 密库里灯火通明 甚至比起在外界 还要亮上一点 竟然是座秘境 林墨宇发现自己进了一座秘境 空间极为宽阔 宫殿大门 只是伪装后的秘境入口 秘境中 零零散散放着许多大木柜 初看上去十分凌乱 毫无规律 可仔细一看 能发现这些木柜所放置的方位 朝向都有着讲究 林墨宇的精神属性超过十万 远超同级职业者 强大的精神属性 带给了林墨宇 极为敏锐的感官 再加上这次的神下塔试炼 其中就和一位军方的阵法师交过手 他对阵法也有了一定了解 他敏锐地感应到 这些木柜 其实都是在放在阵法节点上 秘境的天空和地面 组成了一个庞大而恐怖的阵法 如果擅自乱闯 怕是会直接受到阵法攻击 隐藏在秘境之中 配以强大阵法 再加上一位神级强者镇守 这座密库可谓是万无一失 保护得如此严密 这更让林墨宇觉得奇怪 难道在神下帝国里 还有人想不开 来这里找不自在 若是被深渊魔族打到这里 那人族都应该要灭了 这座密库还能有什么用 深渊恶魔 不一定会对人族的东西感兴趣 林墨宇一时间没能理解 跟我来 这里有阵法 别走错了 东方瑶的声音响起 林墨宇跟着东方瑶的脚步 在秘境里前进 很快 眼前画面一变 两人已经离开了阵法范围 茶香飘进鼻子 前方摆着一方茶桌 一位老人正坐在茶桌前的躺椅上 看上去甚是悠闲 他的姿态动作和孟安文有些相似 可林墨宇却觉得 孟安文更加的自然 东方瑶快步走过去 给老者倒上杯热茶 利爷爷 我之前和你说过的 林墨宇 你还记得吧 东方利点点头 姚丫头啊 老头子记性还没这么差 说着他招了招手 几本书从架子中飞出 落在茶桌上 这些书籍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十分古老 东方利闭着眼睛 就这些书 只有一天时间在这里看 林墨宇微微皱眉 这个叫东方利的神级强者 态度有些傲慢 而且他明明看到 那个书柜 里面类似的书籍 至少上百本 而给他看的这几本 仅仅不到十分之一 林墨宇并没有动静 眼神逐渐发了 既然如此 不看似乎也没什么 东方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赶紧在东方利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 东方利猛地睁开眼睛 朝林墨宇看来 看到了林墨宇肩上的神将徽章 眼神变了 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原本的傲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转而露出了笑容 甚至还有一丝震惊 原来是林神将 面对不同的人 要有不同的态度 林墨宇的神将地位 和他相当 他自然不敢怠慢 林墨宇问道 我只能看这几本吗 东方利哈哈大笑 以林神将的身份 自然不会只能看这些 说着他又招了招手 一整座书架都飞了过来 稳稳地落在林墨宇面前 林神将喝杯粗茶慢慢看 想看多久都成 这还差不多 林墨宇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意思 对神级强者 面子还是要给的 谢谢前辈了 林墨宇微微一笑 直接拿出书看了起来 不管东方瑶说了什么 只要目的达到就行了 别的不重要 东方瑶说过 他们帝国密库里的古籍 在外界都是找不到的 是皇室一脉这么多年 收集回来的成果 林墨宇同时也相信 他们的成果 绝不能只有眼前这些 估计能给别人看的 就这么点了 古籍中记载了一段又一段秘心 记载了很多年前 发生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其中就有江义的事 还有神法师徐炎的事 这些资料确实在外界是看不到的 这些资料让林墨宇 对这个世界了解更加深入 他才知道 原来皇室始终都知道 江义还活着 也知道江义的秘境 就在夏经学府的副本殿堂里 并不是江义选择了副本殿堂 而是他只能选择副本殿堂 只有副本殿堂中 源源不断的元素能量 这才令自己的秘境 可以永久存在下去 徐炎神法师 当年在大战中彻底失踪 随后有三号战场副本出现 当年就有人猜测过 徐炎神法师在三号战场里 但并没有找到 林墨宇清楚 那是因为徐炎神法师 自己不肯出现 资料里还说了许多 关于更古战场的事 副本的信息 从古至今 人们对原始秘境 一直怀有好奇 强大的原始符文技能 独立于各个职业体系之外 强大无比 大部分人在获得原始符文 但最终都没能保住 保住符文完成融合 最后进入原始秘境 有所收获 其中有极少数的人 竟然把原始符文的技能 给保留了下来 只不过据他们所说 被永远保留下来的技能 强度会有所减弱 至于原始秘境里的情况 无人知道 出来后的人都失去了那段记忆 看来要自己进去才能知道了 亘古战场下层空间 不会太久的 林默于眼中燃烧着战役 既然有人把原始符文的技能 保留了下来 那么自己也能做到 强兵技能若是能变成自己的技能 那自己的爆发力 将会提升到令人惊惧的地步 相比原始秘境 龙王殿副本的资料 显得更为稀少 不少人都知道 龙王殿副本的存在 但进去过的人少之又少 主要是得不到入场资格 在记载里写着 将亦曾经进去过 但是没有下文 在林默于翻看资料的同时 东方瑶在一旁漆茶倒水 如同一个乖乖女 她不时给东方丽儿语几句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逗得东方丽直乐 东方丽很宠溺 这位皇室孙女 东方瑶讲了林默于的一些事迹 令东方丽对林默于 完全刮目相看 三十七级时就成为神将 一人灭一万军 单挑七十级龙族战将 听上去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东方瑶还讲了林默于 如何带自己刷副本 更是让东方丽感到不可思议 林默于看得很快 过目不忘 仅仅半天功夫 就已经把书架中的古籍看了个遍 知道了许多隐秘的知识 丰富了阅历 眼中有金光闪烁 林默于感觉自己 对这个世界了解又多了几分 甚至对自己的职业也有所帮助 东方瑶高兴地问道 怎么样 有收获吗 林默于点点头 还不错 确实有一些外面没有资料 只可惜 林 东方瑶带着疑惑 只可惜什么 只可惜没能找到我要的东西 林默于轻声说着 把手中的书放回了架子 东方丽说道 林神将 你想知道什么 或许老夫可以帮你 林默于说道 我想知道荒虚之地的事 还有关于亘古战场上层核心区域中央 那只BOSS的资料 东方利猛地睁开眼睛 目光如同利剑朝着林默于看来 身上更有神级气息在升腾 神级气息可压不住林默于 林默于目光淡然 和东方丽对视 不知前辈 是否知道 他猜测 他通过古书已经明白 自神下帝国成立以来 一直都是由东方家族执掌 截止现在 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这样悠久的历史 东方家族的底蕴绝对吓人 东方利身为皇室一脉的神级强者 肯定能知道很多信息 东方利的反应 也基本上验证了林默于的猜测 东方利深吸了口气 手轻轻挥动 书架回归原位 接着又有一本书 从阵法深入飞了过来 你要的信息就在里面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就算是瑶瑶 都没资格看 林默于点头 我明白 人情记下了 连东方瑶都没资格看的东西 却给自己看了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给了自己天大的面子 要自己记个人情 林默于只是不爱说话 并不是不通人情事故 这样如果再听不懂 那就真成傻子了 东方利要的就是这个回答 当即把书扔给了林默于 关于荒须之地 和那位的资料并不多 短短十几页而已 林默于怎么也没想到 更古战场的那位 竟然和荒须之地有所关联 而且早在神下帝国立国之初 更古战场核心区域里的那位 已经存在了 他存在历史 无法考量 说二者有联系 曾经有荒须之地里的荒兽 杀进了更古战场 在更古战场中 屠戮四方 最后 也是从核心区域 升腾起恐怖能量 把这些荒兽全部斩杀 由此林默于意识到 荒兽并非不可斩杀 只不过是看力量够不够罢了 看完之后 林默于深吸了口气 似乎有所得 似乎又没有 人情反正是欠下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了就是 皇室一脉也掌握着不少副本 规模上不如夏经学府里的副本殿堂 但是副本质量都不错 用来培养后代完全足够 东方瑶带着林默于 来到了需要升格的副本前 就是这座副本 副本漩涡上有电光闪烁 林默于查看之后 面露古怪之色 竟然是十五大元素副本之一 电元素副本 火 水 风 电 光 五大元素副本 副本殿堂里独占其三 只有光和电找不到 林默于在机缘巧合之下 进入深渊世界 最终进入了光元素副本 只剩下电元素副本 不知下落 没想到 得来全部费功夫 电元素副本就在眼皮子底下 没想到 电元素副本竟然在你们手中 林默于淡淡笑着 东方瑶说道 数十年前 家中前辈在机缘巧合之下 碰到了电元素副本 就把他带了回来 五大元素副本 有着独特传说 事实证明 传说并非空学来风 东方瑶问道 林神将 能升格吗 副本升格的要求各有不同 我只能说试试看 林默于 依旧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东方瑶说道 那是自然 我们得到副本几十年 也攻略了数千次 这是副本资料 您看一下 结果东方瑶递过来的 副本资料793 迅速扫过 已经知道了 副本具体的攻略流程 黄世一脉 已经把这座副本打烂了 每一个细节都研究透了 依旧无法让副本完成升格 他们尝试了各种办法 结果都是无用 这次也是东方瑶在副本殿堂里 见林默于 轻易升格了水元素副本 后来 又听闻火元素 以及风元素副本 也被林默于完成了升格 这才想到这个主意 请林默于出手 林默于看完资料后 心中大概有了猜测 东方瑶继续说道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只要我能做到 肯定答应 林默于说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如果副本完成了升格 我要刷几次副本 在我刷够之前 这座副本不需有别人进入 确实 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只是有些怪 刷副本明明互不干扰 林默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过东方瑶没有多问 只是这个要求 完全可以答应 正准备一口印下 忽然后面传来一声嘀咳 不答应 我皇室的副本 什么时候轮到外人做主 东方瑶脸色微变 只见一个容貌俱美的年轻人 正大步走来 他的年纪看上去 比东方瑶大上十来岁 衣着华贵 气宇不凡 林默于虽然看不出 他真实的等级 但大概可以判断 应该是在四十五级左右 比东方瑶大十来岁 只有四十五级 这个人远不如东方瑶 不仅资质不如 说话方面更是远远不如 东方瑶微微皱眉 立即说道 这是我二哥东方顺 林默于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皇室成员 一名皇子 东方顺走过来 根本没拿正眼去看林默于 哪来的阿猫阿狗 在这里大放厥词 我们皇室的副本 什么时候轮到这种家伙 做主 瑶瑶 你什么时候 和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搭上的 东方瑶脸色巨变 这句话 可是把林默于给得罪惨了 林默于眼中 闪烁出危险的气息 有人叫自己阿猫阿狗 不三不四 神将 不可如 精神世界里 林玉神石正在缓缓旋转 一丝丝杀气流出来 出现在外界 杀气 东方瑶感应敏锐 瞬间就发现不对 眼前火光一跳 林默于的掌心之上 出现了一团火焰 危险恐怖的气息 瞬间涌过来 不要 东方瑶大声叫道 已经来不及了 一朵火焰落下 东方顺顿时发出惊天惨叫 整个人蜷缩在地上 双手捂着 惨叫不止 林默于并没有用全力 他只用了一点点的精神 控制着灵魂火焰的伤害 否则弄不好 一下就把他给杀了 这就不好玩了 以前他做不到操纵技能的威力 但是经过神下塔的试炼 如今林默于对技能 已经可以随心掌控 二十天里 数千场战斗 收获相当惊人 火焰再次跳动了一下 东方顺又发出一声惨叫 伤害并不大 但是绝对痛 东方瑶想要求情 可是他在接触到 林默于的目光时 浑身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林默于的目光 依旧淡然平静 只是这种平静 与平日里的不同 毫无感情可言 林默于用目光告诉了东方瑶 闭上嘴 别说话 杀气弥漫 掌心火焰再次跳动了一下 东方顺依旧惨叫震天 林默于控制着技能 既不杀他 也不会让他昏过去 就是纯粹折磨 东方瑶想让林默于助手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和林默于的关系 美好这份上 况且 林默于是什么身份 堂堂神将 和神级强者平起平坐的存在 竟然被人叫阿猫阿狗 不三不四 林默于没一下子杀了他 已经算客气的了 见林默于也没有杀他的意思 东方瑶想了想 索性不管了 谁让他乱说话 受点苦也好 惨叫声在皇宫里回荡 终于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一对皇宫守卫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见到倒在地上的人 脸色大变 为首的骑士 顿时抽出武器 朝着林默于冲来 住手 东方瑶一声怒喝 他又慢了一步 林默于已经手指朝前方一点 技能 海骨尖牙 四十级海骨尖牙 增幅五十倍 整整两千枚 每一枚都斜着恐怖穿透力 呼啸而去 精神属性比起三十九级的时候 增加了四倍 虽然海骨尖牙技能只提升了一级 可威力至少提升三倍 大殿中光芒璀璨 洁白炫目 冲过来的骑士脸色大变 在这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不仅他要死 他身后的那些队友 也可能要死 技能 群体防御 骑士本能地 撑起防御技能 他不明白 自己明明都五十级了 面对才四十级的对手 竟然会有这种感觉 在他身后的辅助 迅速给他加持状态 增加他的技能强度 海骨尖牙打的防护罩不断变形 几乎就要破碎 骑士咬牙坚持 最终还是撑了下来 他还来不及松口气 眼前又是一亮 又是一批海骨尖牙飞来 怎么这么大 他脸色一变 只能死命撑着防护罩 林墨宇的攻击可仅仅是一次 在一秒内 林墨宇直接激发了三波海骨尖牙 一秒三次 是他现在的施法极限 骑士仅仅挡住了第一波海骨尖牙 怎么也挡不住第二波 防御破碎 已经旋斩 盾牌同时变得巨大 技能 盾牌巨化 巨大的盾牌 再加上极限防御 牢牢护住了身后的队友 这时在他身后的两名法师 已经瞄准林墨宇 开始施展技能 林墨宇不屑倾笑 双手同时冒出两团火焰 技能 灵魂火焰 双发 两声惨叫 两名法师的技能还来不及放出 直接被打断 这两下显然比之前更重 两名法师倒在地上 已然昏迷不醒 林墨宇两步冲出来到骑士面前 单指点在盾牌上 技能 骸骨尖牙 砰砰砰 零 八一秒三发 又是三波骸骨尖牙 只是这次 所有骸骨尖牙 集中在一点爆发 极限防御瞬间被击破 骑士带着惨骄道飞出去 摔在地上昏迷不醒 赶过来的五人队 骑士辅助治疗 外加两名法师 现在就剩辅助和治疗 呆呆地站在那里 战斗结束得太快 从他们赶到结束 前后不过三秒 东方瑶在一旁 已经看愣了 林墨宇的这种战斗技巧 真的是人能做到的吗 不仅仅是赏星月幕 更是行云流水 真的是太强了 林墨宇转身之时 火光再次跳动了一下 刚刚缓了两秒的那位皇室成员 再次惨叫出声 林墨宇没忘记他 林墨宇很记仇 东方瑶看得眼皮直跳 心想 以后绝对不能得罪林墨宇 这里的战斗 引来更多人的注意 庞大的气息席卷而来 有人飞了过来 玉空飞行超过七十级的顶级职业者 来人立在半空之中 看到了大殿里的情况 脸色顿时大变 一声怒吓 好大的胆子 敢在皇宫对皇子下毒手 谁给你的胆子 林墨宇眼睛微微眯气 透出更多的危险气息 七十级的不是没杀过 东方瑶飞快跑出来 大声叫道 六叔误会 他如果再不叫停 那事态可能就真的无法收拾了 林墨宇的亡灵军团 可不是冒着玩的 若是真打起来 这皇宫估计要被拆掉大半 而且就算林墨站着让他们杀 哪怕是自己的父亲 来了都不敢杀 否则狂神白神 绝对会把整座皇宫给拆了 见东方瑶插手 林墨宇知道 这场价打不起来了 林墨宇收起了技能 不再动手 躺在地上的东方顺 也终于缓了一口气 他强忍着愚痛挣扎起来 大声叫道 六叔 快杀了他 快杀了他 话音没落 东方顺突然又是一声惨叫 这次比之前更痛 他蜷缩成了一团 在地上不停打滚 二人口中的六叔 怒木耳是盯着林墨宇 低声喝道 大胆 东方瑶急声道 六叔 他活该的 东方瑶又急着对林墨宇说道 这是我六叔 东方木 他是生怕两人打起来 那就真的不可收拾了 东方木微微有些发愣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东方瑶既然说出这样的话 眼前二十五这年轻人 到底什么身份 东方顺可是东方瑶的哥哥呀 虽然不是清哥 可怎么说也是皇子 皇室成员理应抱团 他怎么反倒去维护外人 林墨宇没有再继续进行攻击 灵魂火焰依旧在掌心跳动 仿佛随时会动手 东方顺再次好受了一点 这次他不敢再叫了 他看向林墨宇的眼神中充满了恨意 同时又带着惊惧 这家伙太吓人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 一 言不发就动手 而且技能还这么诡异 又有人过来了 一个个凌空而来 转眼间 空中已经站满了人 都是皇室成员 无一例外 都是超过七十级的顶级职业者 庞大的气息直冲天际 笼罩整座皇宫 他们到来给了东方顺足够的底气 他再次放言大叫 你完了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皇子 敢对我动手 你算什么东 话音没落 他再次惨叫地倒地 哀嚎不止 东方尧一拍脑袋 真是不长记性 大胆 找死 有几人纷纷怒吼 可是东方尧挡在林墨宇面前 他们没办法动手 东方尧说道 他叫林墨宇 是狂神和白神的弟子 是神将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个年轻人竟然是神将 他们这才注意到 在林墨宇的肩上 有一枚紫色的军事徽章 之前他们并没有注意 现在看到 一个个脸色大变 而且还是狂神和白神的弟子 随便哪个身份拿出来 都足够惊人 尤其是神将的身份 更是足够和神级强者平起平坐 对神将出手 他们还没有这么大胆子 即使他们是皇室成员 也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他们飞快落下 东方尧也赶紧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众人纷纷朝着林墨宇打招呼 态度极好 有人看了眼东方木 说神将是阿猫阿狗 不三不四 简直就是找死 神将不可辱 即使是国主在此 也要对神将客客气气 你算什么东西 一无军功 二无贡献 顶着一个皇子的身份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侮辱神将 这里的人都是东方木的长辈 大部分也去军队里待过 知道神将在军队里是什么地位 若是说 今天林墨宇在这里出事了 不说白衣远和颜狂生 用不了一天 军队就会从原战场杀回来 他们才不管你是什么皇室不皇室的 在军人眼中 神将才是天 东方顺在指责声中瑟瑟发抖 不敢有任何反驳 谁让他没长眼 嘴巴也不听话 出口伤人 结果倒霉的是自己 东方尧也是冷冷地看着自己的这位族内兄长 这家伙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若不是林墨宇还算有所收敛 要是一下子把他杀了 真不知道要怎么收场 东方顺走了 是被几个长辈撵走的 东方尧陪着笑 林墨宇 当才真的不好意思 他直呼林墨宇的名字 是想用这种方式拉一拉关系 让两人看上去熟络点 毕竟两人也聊过几次 勉强算得上是关系平淡的朋友 林墨宇说道 刚才我说的 你答应吗 东方顺的事 林墨宇并没有放在心上 在他眼里 东方顺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 什么皇子不皇子的 根本不被林墨宇放在眼里 同时他也没有借着这件事 做地起价 现在他只想进入电元素副本 完成副格升格 然后把该拿的东西拿到手 东方尧心中大喜 连声道 当然答应 当然答应 林墨宇没有一句多余的废物 转身直接进入了副本 见林墨宇进去 东方尧才松了口气 在场几人都很好奇 东方尧到底答应了林墨宇什么事 东方尧也把自己和林墨宇之间的交易说了一遍 各位叔叔伯伯 尧这个决定 在你们看来 是对是错 几人毫不犹豫地说道 如果林墨宇真的能升格副本 让他多刷几次又何妨 就是 副本原本就摆在这里 又刷不坏 东方顺那家伙怎么想的 不分青红皂白出口伤人 幸好林神将不和他计较 要不然直接杀了 都没地方说理去 几人深以为然 即使林墨宇真的杀了东方顺 试问他们敢杀林墨宇吗 他们别说杀林墨宇 甚至连打伤他都不一定敢 因为此事就是因东方顺口不择言而起 神将不可辱 不是随口说说 而是明刻在每个军人心中的话 只要是参过军上过战场的人 都会把这句话牢记心中 就是一位位神将 才撑住了人族现在和平的生活 有人提议道 我觉得 东主顺步得太顺了 应该让他去军队里历练一下 嗯 他也四十五级了 去军队里历练下也不错 那就这么定了吧 虽然我们皇室在军队里 没什么势力 可送个人进去 还是没问题的 可万一他死在战场上了怎么办 有什么怎么办的 死了就死了呗 我们皇室成员的命 就比别人金贵 别人能死 我们就死不得 不要忘了祖穴 现在的日子过得太好了 我觉得 以后我们皇室子弟三百一十 都应该去军队里走一走 这些家伙开始商量 设计的范围越来越大 东方摇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 这事情 好像朝着不受控制的方向演变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赫然就是东方顺 估计东方顺要被大部分皇室子弟恨上了 若不是他的口不择言 一些混吃等死的皇室子弟 日子过得不要太爽 现在好日子到头了 军队可不会管你是不是皇室子弟 他们一视同仁 东方摇深知这一点 他自己就在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 电元素副本 名为闪电山谷 里面是雷电的海洋 林墨宇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雷电 在空中的雷云 披落到闪电 也有雷电化作雷海 如同云雾一般停在大地上 还有球状的闪电 在地面滚来滚去 在林墨宇进入副本后 各种这样的闪电就找上了门 林墨宇一下子就受到数十道闪电攻击 身上海谷装甲十分坚固 把闪电挡了下来 通过东方摇给的资料 林墨宇心里明白 这些像自己发动攻击的闪电 一个个都是电系怪物 漂浮在空中的怪物名为闪电之云 雷海则是由大量雷电精灵组成 在地上滚来滚动的叫球形闪电 其中球形闪电攻击力最大 海谷装甲反应也最为激烈 他们的等级都是46至47级之间 林墨宇并没有去攻击他们 任由他们的攻击自己 他思索着东方摇给他的资料 各种各样的方法 皇室都是过了 那还要如何做才能升格副本呢 林墨宇没有动副本里的怪物 副本想要升格 触发的条件有许多种 以最快的速度清理完怪物 这只是其中一种触发可能性 火神殿和水神庭院 就是用这种方法触发副本升格 旋风平原 副本则不一样 它是清理光了旋风平原上 所有的怪物 一只不剩 连最隐蔽角落里的怪物 都要找出来清理掉 这才触发了副本升格 光元素副本则最为古怪 它不存在升格的概念 只要能承受住光元素 算爆就能成功 而线下的电元素副本 到处都是雷电组成的精灵怪物 林墨宇一时间也有种无从下手 只能是一下了 虽然皇室也试过 在短时间内 清理掉大量怪物的方法 但是速度肯定不弱快 这个副本噩梦难度 只有六人能进来 清怪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快过上万成员的 亡灵军团 意念一动 亡灵军团出现在副本中 并且同时发动了攻击 二十只亡灵军团 每只亡灵军团六百名骷髅 其中骷髅狂战士 大法师 神射手 各占二百 总计一万两千名骷髅 亡灵军团一出现 就开始朝着前方发动冲锋 副本地形是一座山谷 纵身并不大 山谷口左右 不过是五千米的样子 骷髅们迅速把电元素怪物消灭干净 林墨宇记着时 没多久 山谷门口空无一怪 全部清理干净的时候 仅仅过去了十分钟 元素怪物没有尸体 不能用尸爆 这个速度已经是极限 按照林墨宇的估计 如果换成六人队伍 没有三四个小时 清不完这里的怪 自己至少比他们快了几十倍 如果这样都不能触发副本升格的话 说明这座 闪电山谷 副本 并不是以清怪速度来触发升格 不是清怪速度 也不是清光所有怪 和旋风平原也有些不同 他现在已经把山谷外面的怪清光了 这种事 皇室也做过 都没用 林墨宇看着山谷入口 在山谷里 传出阵阵雷鸣屋 这次不是副本怪物 而是真正的电闪雷鸣屋 根据东方瑶给的资料来看 进入山谷后不久 就会碰到岔路 无论走哪条路 最终都可以出山谷 进入岔路之后 就会有闪电落下 闪电攻击力极大 导致整个队伍 只能不断前进 无法后退 这是来自东方家的资料 东方家尝试走过每一条道路 结果都没用 这么多年来了 可以试的方法 东方家都试了 实在是没有半智了 林墨宇很快走碰到了岔路 六条岔路摆在面前 空中电闪雷鸣屋 后方是密密麻麻的闪电 他已经没有退路 闪电的落点还在缓慢前移 留给他选择的时间也不多 再过几分钟 他就要挨雷劈 林墨宇忽然眼睛一亮 会不会是这样 六条岔路 六个职业者 需要每个职业者 独自走完一条路 但是队伍里的辅助和治疗师 并没有战斗力 怎么打 或者说 他们不需要打怪 只需要把路走完 辅助和治疗师 可以用控制系技能 虽然有危险 并不是说没可能 林墨宇觉得自己的想法 应该没错 试一下 六只骷髅大法师队伍 冲进了岔路 他只有一个人没错 但他有亡灵军团 完全可以六条道路一起走 闪电元素怪 拥有闪电元素 和物理攻击双重免疫的能力 在这里 骷髅狂战士彻底无用 神射手还有一点点用 只有大法师在这里大放异彩 六条岔路的怪被同步清理掉 不断向着山谷出口推进 林墨宇虽然猜测 并不是一定要清理到路上的怪 但还是轻了 反正费不了多少时间 背后是轰鸣屋的闪电落雷 始终跟在他身后 普通职业者队伍根本不敢后退 只能不断往前 否则就会被雷电吞噬 山谷中的道路稍微有些长 林墨宇以一种稳定的速度 推到了最后 在他走出山谷的刹那 山谷轰然崩塌 整座山谷已经成了雷海 轰轰轰地响得不停 不只是山谷在响 整座副本也在震动 成了 林墨宇眼中露出些许喜色 副本终于开始升格 在外界大殿之中 一帮皇室老头子 还在商量 怎么去磨练自己的后背 忽然间副本里传出阵阵雷光 照亮大殿 甚至有道雷光还打到人身上 噼里啪啦作响 东方摇高兴叫道 升格了 升格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电元素结晶 皇室的人知道的信息很多 他们知道元素结晶的存在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想方设法去升格这座副本 副本升格的气息传出去很远 几乎蔓延了半座皇宫 惊动了不少人 数秒后 东方义出现在大殿面前 看到这么多皇室成员在这里 他都有些发愣 发生什么事了 在场众人里 有不少都是东方义的长辈一类 虽然地位实力不如他 但也可以平等对话 父亲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东方瑶当即把事情说了一遍 连之前东方顺的事也说了 东方义对此没有任何表现 他根本不在乎东方顺被打的事 这种白痴 被打活该 没死就成 东方义说道 这么说 凌神将现在就在副本里 你们没有进去吧 东方瑶说道 没进去过 东方义恩了一声 没进去过就好 答应的是一定要做到 反正来日方长 副本不会逃 以后想怎么刷 就能怎么刷 就先让凌神将刷个痛快 东方瑶也是这个意思 这时东方义的几位书白 把他拉了过去 开始商量着 让后辈子孙去军中历练的事 虽然皇室有一套 培养后代的方法套路 可那也只是练集 和去过军队 上过战场部 王德的 一样 在场众人里 就有一大半去过军队 就连东方义也去过军队 参加过不少战斗 杀过恶魔 东方义对他们的想法 非常支持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东方瑶不禁为自己的 那些皇室兄弟姐妹 默哀三秒 这些家伙的好日子到头了 到了军队 能不能活着回来 都不好说 要怪就怪东方顺 都是他坑的你们 副本已经完成了升格 再度变得安静下来 山谷崩塌后形成的雷海 变得更加狂野 威力变大了许多倍来 林墨宇望着雷海 他在雷海中看到了一颗珠子 珠子在雷海中沉沉浮浮 如果不仔细看 必然错过 可即使看到 若是换成别的职业者 十有八九也拿不到 在这种程度的雷击下 就算是骑士开着极限防御 也撑不过五秒 林墨宇给自己套上一层海谷装甲 湿湿然走了进去 雷云垫海中密密麻麻的闪电 轰在林墨宇身上 海谷装甲外面电光闪烁 林墨宇全身都散发着蓝色电光 闪电攻击不弱 尤其是副本升格 成了地狱难度后更是如此 通过海谷装甲的反应 林墨宇基本上可以判断出 闪电攻击力度 现在 他对各个职业都有清晰的认知 五十级的骑士 顶着极限防御 至少再加上两名治疗师 才有可能从雷海里 把珠子拿到手 林墨宇走到雷海中央 伸手握住了了珠子 在握住珠子的刹那 雷海瞬间暴乱 无数雷光从四面八方涌入 钻进了珠子 转眼间的功夫雷海消失 珠子散发出蔚蓝光芒 珠子内部有雷光跳动 从外面看极为漂亮 闪电宝石 永久免疫电元素50%伤害 有几率获得一项电系技能 林墨宇深吸了口气 激活了闪电宝石 全身再次变成了电人 大量闪电落在四周地上 轰出一个又一个小坑洞 对于电系技能 他并不奢求 能增加50%的电元素免疫 已经算是不错 一分钟后 环绕在林墨宇身上的电光 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 反而越来越强 紧接着 所有闪电都在林墨宇背后汇聚 凝聚出了一对巨大的翅膀 获得技能 闪电之翼 闪电之翼 一分钟内拥有飞行的能力 冷却时间十分钟 雷光消失 林墨宇脸上露出阵阵惊喜 没想到竟然真的掌握了新技能 闪电之翼 听上去似乎还不错 虽然只能飞一分钟 可总归是能飞了 不知道速度如何 心中一动 积430活了技能 伴随着一阵刺拉作响的电流声 一对宽超过5米的闪电翅膀 出现在林墨宇背后 随后 也不见翅膀如何震动 林墨宇猛地飞出 望着已经缩小的大地 还有山谷坍塌留下来的痕迹 瞬息千米 直接如同瞬移一般 快 太快了 千米距离不到一秒 在这种速度下 林墨宇觉得自己 完全可以想打就打 想跑就跑 一分钟的持续时间 足够他跑出180公里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次 林墨宇带着惊喜 驾驭着闪电之翼 在空中挤持 享受着那种急速飞行的快感 副本中 雷云密布闪电轰鸣屋 林墨宇在雷云之中来回穿梭 背后的闪电之翼 电流交加闪闪发光 这一刻 林墨宇如雷神降临时间 令人心颤 一分钟后既能消失 林墨宇从空中降下 闪电之翼也刷的一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为何 全面增幅天赋 对闪电之翼并没有起到加成效果 依旧只能飞行一分钟 从以前的情况来看 全面增幅天赋 对绝大部分技能都有加成作用的 仅有几个技能没有产生加成 比如原始符文形成的强冰技能 还有光明宝石带来的光之祝福 都没有带来相应的增幅 若是说这技能 是因为宝石额外带来 所以无法增幅 可剧毒宝石又产生了增幅 非常奇怪 其中原因 林墨与百思不得减 最终也只能不想 顺其自然 面前是一片沼泽 雷电沼泽 片片沼泽就如大小不一的池塘 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眼前 沼泽与沼泽之间 组成了九曲蜿蜒的道路 沼泽中有雷光交错 打得泥泽飞溅 无论是道路上 还是沼泽中 都分布着大量怪物 雷泽蜥蜴 地狱及精英怪 等级47 力量4万 敏捷2万 精神4万 体质5万 技能 闪电攻击 特性 电元素 伤害减少50% 物理伤害减少50% 速度强化 它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电元素怪物 对物理伤害也不再完全免疫 对林默雨来说 骷髅狂战士和骷髅神射手 就可以发挥作用 至于怪物的这些属性 对林默雨来说 不算多强 亡灵军团杀进了雷电沼泽 狂战士把道路上的怪大包大揽 大法师和神射手 则对付在沼泽中的怪物 这片沼泽纵身在10公里左右 先前在空中的时候 它完全可以飞越这片沼泽 不过林默雨并没有这么做 如果直接飞过去 必然会错过什么 之前的经验告诉他 这座电元素副本里 除了雷电宝石 还应该有一把钥匙 以及一件可以唤醒雷电神灵的物品 至于雷电元素的结晶碎片 只需要杀最后的BOSS就能获得 不必去刻意寻找 林默雨心如明镜 尤其是钥匙和雷电神灵的唤醒物 都只能获得一次 他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会在第一次就把这两件物品拿到的 所以他才提出这个要求 在他刷痛快前 不许别人进来 沿着沼泽间的道路 林默雨在前进的同时 目光也在四周搜寻着 不放过任何细节 很快 亡灵军团就杀到了沼泽中央 这里有一片巨大的雷泽 比起其他所有小沼泽都要大 雷泽中央 雷云密布 闪电不停地落在中心某点 林默雨透过雷电看到了一珠草 仔细一看 林默雨发现 并不是这珠草受到雷电轰击 而是这CFCJ 珠草本身在释放着雷电 形成了雷云 看到他的瞬间 林默雨想到了火神殿 副本里的那朵火神之花 找到了 心中一动 已经冷却结束的闪电之意 瞬间展开 一对翅膀带着闪电出现在背后 带着林默雨冲向小草 眨眼间 林默雨已经到了小草上空 伸手抓去 恐怖的雷光冲天起 一只巨长从雷光中探出 重重地拍在林默雨身上 林默雨早就有所预料 有怪物守着小草 是很正常的事 巨长携带着雷光轰来 林默雨闪电之意微微一颤 速度陡然加快避过 随后又在半空中迅速变换方位 绕过巨长 一手抓住小草 手中的小草 闪烁着恐怖雷光 噼里啪啦作响 海谷庄甲一声辉 即使隔着海谷庄甲 林默雨也能感受到雷光的强大 哪怕是骑士 他也要当场重伤 不过 想想别的队伍也不可能想象这么干 肯定是先干掉守着小草的主人 再来拿小草 在林默雨拨起小草的瞬间 雷则暴动 林默雨握着小草不放 迅速冲向天际 雷则中同样涌出无数闪电 连带着泥土冲向天际 泥土中一只巨长探出 朝着林默雨抓来 巨长被闪电缠绕着 速度飞快 闪电之意飞速震动 林默雨再次加速 巨长二次落空 没能抓住林默雨 接着一只巨兽暴射而出 怪物的模样 长得同星星差不多 身高超过十米 巨大无比 尤其四周 十分修长 并且在攻击时 还可以进一步伸长 比身体还长 林默雨避过两次攻击后 停在半空中 手中小草的雷光 正在迅速消退 转眼间 雷电彻底消失 变成了一株 看上去很普通的小草 电草 可以用来唤醒雷电之神 不错 就差钥匙了 林默雨心中微微一笑 把电草装进口袋 看向从雷泽里 跳出来的怪物 探测术如微风吹过 闪电源 地狱及头目 等级48 力量6万 敏捷 4万 精神 1万 体质 6万 技能 闪电之翼 雷电巨长 特性 电元素 伤害减少50% 物理伤害减少50% 速度强化 生命力强化 他也会闪电之翼啊 林默雨轻移了一声 感觉有些惊讶 可随后便不放在心上 闪电源的总属性 仅17万 每一项都远不如 骷髅狂战士 不过林默雨清楚 若是让一只骷髅狂战士 与他单挑 最终输的 会是骷髅狂战士 作为地狱级头目 他的生命力太强了 虽然攻防都不如骷髅狂战士 可强大的生命力 可以让他坚持得更久 闪电源怒视着林默雨 发出一声怒吼 愤怒的吼声中 闪电源背后 出现了一对翅膀 下一秒 他直冲天际 瞬间出现在林默雨身边 带着闪电的巨长 当头拍下 闪电之翼微微一颤 林默雨飞速避开 虽然海骨装甲 足以让他免出伤害 可林默雨并不想硬扛 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 习惯硬扛 如今的林默雨 战斗变得相当主动灵活 在避开的同时 骷髅们已经开始反击 大法师的元素爆炸 神射手的利剑 纷纷落在闪电源身上 林默雨手指一点 既能衰老诅咒 同时掌心火光跳动 既能灵魂火焰 闪电源惨叫着 从空中摔下去 全力发动的灵魂火焰 让他享受到了 难以承受的痛楚 骷髅狂战士 已经在地上虎视眈眈 没等他落地已经跳起了 手中巨斧冒着红光 狠狠跺下 战士 法师 射手配合默契 连续的攻击 彻底把闪电源打懵 亡灵军团一旦动手 视若千军 三支军团配合默契 骷髅狂战士 负责强攻 牵制 法师和剑手在后面 进行战装输出 默契配合下 战斗力提升了一大截 林默雨看在眼里 还算是满意 不过警示对付单人还看不出来 若是碰到群体的敌人 三军效果才能完全爆发 不过群体的敌人 自己的尸体爆裂 才是大杀器 闪电源在落地之后 就再也没有逃出来 连续性的攻击 彻底把他碾压成炸 闪电源想要跑回沼泽 可是骷髅狂战士 拼了全力 抱住了他的大腿 令他无法逃回去 带着不甘 闪电源惨叫倒地 击杀闪电源 经验加282000 获得闪电结晶碎片 闪电结晶碎片 五枚碎片 可以组合成完整的闪电结晶 林默宇清楚 以现在自己的战力 挑战45级的地狱级副本 毫无难度可言 限制自己的 并不是副本难度 而是副本等级 若是没有限制 自己可能会直接选择50多级 甚至60级的副本进行攻略 副本等级越高 获得的经验也就越多 掉落的装备自然也就越好 对于副本掉落的装备 林默宇并不在意 他在意经验 现在他想升级 就能实力大增 比什么装备都有效 越过了雷电沼泽 道路成了坦途 没有怪也没有闪电相交 一切变得十分安静 甚至给了林默宇一个错觉 自己是不是进入了 另一个副本 就这样走了十余公里 一道电光映入眼帘 细细的闪电连接天与地 天上是乌黑电云 地上是一柄百米巨剑 巨剑浑身被电光缠绕 倒插在地上 剑尖朝天 与闪电相连 再看他的瞬间 林默宇全身一马 一道闪电自剑间飞射而来 落在了林默宇的身上 海骨装甲瞬间爆发出灿烂光芒 发出密集的挡击声 自二转之后 从没有破碎过的海骨装甲 在这一刻出现破损 林默宇心中有些哑然 并不是闪电攻击力有多大 而是攻击频率 太快了 这一秒 他是有上千次攻击 仅是撞击声 就让他耳朵嗡嗡作响 立即给自己 补上一层海骨装甲 闪电持续撞击着 仅仅数秒 海骨装甲再次出现破损 林默宇思索着 目光紧紧盯着海鞠剑 持续补充海骨装甲 大步走去 前进时 林默宇尝试着调整方向 电光也随之发生变化 他牢牢锁定了林默宇 林默宇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闪电 只能硬扛 无法闪避 每隔几秒补充一次海骨装甲 反正精神也消耗不完 没什么影响 这速度 真快啊 幸好攻击力不是很强 要不然也挺麻烦 林默宇加快了一点速度 距离巨剑越来越近 林默宇这种加快速度的行为 似乎成了某种挑衅 巨剑猛地颤动了一下 闪电轰然变强 落在林默宇身上的电光 顿时变粗了许多 撞击声更为剧烈 海骨装甲破损的速度 也随之变快 变强了呀 之前是五秒左右补充一次 现在变成三秒补充一次 对林默宇来说 区别不大 连海骨装甲都打不破的攻击 真的没啥大用 林默宇依旧不在乎 继续以稳定的脚步向前走 不知不觉 已经来到了闪电巨剑面前 他只要伸出手 就能触碰到闪电巨剑 闪电巨剑被密密麻麻的电光所包围 闪电成了瀑布 在剑身上流淌 刀削抚辟的大地上 只有闪电巨剑孤零零地倒查在这里 林默宇看着剑 心中竟然生出了一种孤独感 你很孤独 林默宇轻声说着 洁白的手掌穿过了瀑布般的电流 触碰到了剑身 刹那间 所有电光消失 再也没有闪电攻击林默宇 大地变得一切寂静 这一刻 只有林默宇的呼吸声 数秒后 空中响起一声炸雷 林默宇看到了一尊伟岸的巨人 由闪电构成的巨人 巨人挥舞着长剑 挥出一道又一道恐怖的攻击 在他的攻击下 一只只巨兽被打得灰飞烟灭 林默宇能感受到攻击的恐怖 至少都是神级层次 这是 神灵 雷电之神 还有荒兽 林默宇看得真切 猜测到了巨人的身份 这是在剧剑中记载下来的历史 雷电之神曾经和荒兽战斗过 看样子 他杀死了不少荒兽 从这个层面看 他似乎比白亿远和炎狂生更强 但真就是这样吗 林默宇觉得并非如此 炎狂生应该是没掌握到方法 要不然 同样可以打杀荒兽 闪电勾勒的画面中出现了一只恐怖巨兽 黄兽之王 林默宇一眼就认出来 黄兽之王给他的印象太过深刻 白亿远和炎狂生见着就逃 一击让孟安文受伤 黄兽之王有多强 一眼可知 黄兽之王扑到了雷电之神身上 画面瞬间支离破碎 林默宇遍体声寒 雷电之神死了 就这样被黄兽之王杀死了 强大的神灵 就这样被黄兽之王杀死 一种荒凉的情绪 自剑身上传递过来 这柄属于雷电之神的剑 似乎要和自己表达什么 林默宇轻声说道 你很孤独 我明白 或许将来有机会 我会唤醒你的主人 话音落下 巨剑迅速缩小 转眼间已经只剩下巴掌大小 安安静静落在林默宇掌心 雷神剑 雷电之神的配剑 开启雷神宫殿的钥匙 总算获得了钥匙 林默宇轻轻握着雷剑 放心吧 我说到做到 他能感受到雷神剑的情绪 一种孤独的情绪 带着淡淡哀伤 在奶奶离世 姐姐前往夏金学府的一年间 她也有着类似的情况 越是孤独 越是不想说话 越是不想说话 越发孤独 仿佛进入了一种死循环 所以林默宇感同身受 吼 兽喉声响起 电光在空中炸开 一只体型超过三十多米的巨鹰 自空中飞扑而来 他浑身雷电环绕 气势不凡 雷鹰 地狱级首领 等级48 力量6万 敏捷6万 精神2万 体质7万 技能 雷击 毁灭雷海 特性 电元素 伤害减少50% 物理伤害减少50% 速度强化 生命力强化 林默宇收起了雷神剑 孤独感也一扫而空 现在他有朋友 有老师 有姐姐 孤独感已经一扫而空 自己已经从死循环中走了出来 嘴角微微扬起 亡灵军团出现在大地之上 骷髅大法师和神射手组成猎阵 锁定雷鹰 雷鹰同时发动攻击 口中吐出一颗雷珠落在地上炸开 方圆甘米范围顿时化作雷海 亡灵军团站在雷海之中 纷纷受到雷电攻击 攻击力不弱 可想毁灭亡灵军团还差得远 林默宇的亡灵军团 曾经最不怕就是这种持续性伤害 现在更是魂不在意 巫妖将军随意治疗之下 伤害瞬间被治愈 骷髅大法师集体动手 秘密麻麻的元素在雷鹰身上炸开 神射手弯弓射箭 利剑穿破长空瞬间消失 下一瞬便狠狠刺进了雷鹰身体 两种攻击都是锁定型 只要锁定就无法闪避 雷鹰惨叫不止 他双翅巨震 雷电轰鸣污 空中落下成千上万道闪电 秘密麻麻落在亡灵军团中 大地爆裂 碎石纷飞 威力很大 可依旧拿骷髅无可奈何 在二转之后 还没有发现骷髅们站立上线在哪里 骷髅们攻势灵力 一波接着一波 无止无休 雷鹰终于承受不住 带着尖叫飞速逃离 你逃不了 林墨宇轻贺一声 闪电之一砰的张开上 脚 林墨宇一路火花 带闪电追了上去 雷鹰速度很快 庞大的身体 拉出一条长长火线 雷鹰快 可林墨宇更快 两者距离越来越近 林墨宇看到了雷鹰的目的地 一座被雷光笼罩着的高山 雷鹰山 不管是噩梦 还是地狱难度 副本的机智大同小异 在噩梦难度时 Boss雷鹰受到重创 也会逃往雷鹰山 在雷鹰山里 他能够迅速恢复 并且变得比之前更强 想打通副本 需要杀他两次 第二次比第一次更难 雷鹰山近在眼前 雷鹰飞快落到山顶 山中到处都是恐怖雷霆 大量雷霆落在他身上 他的气息正在飞快上涨 伤势也在复原 林墨鱼尾随而至 雷鹰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 刹那间 雷鹰山暴动 整整30只体型略小的雷鹰 同时从山中飞出 伴随着大量雷光 朝着林墨鱼冲来 和噩梦难度不同了 噩梦难度 Boss返回雷鹰山后037 不会有小雷鹰出现 地狱难度显然更难打 除了要对付Boss 还要对付这些小雷鹰 对于12人的地狱攻略队伍来说 眼前30只小雷鹰 再加上很快就会加入战团的Boss 确实难度提升不少 他们需要在Boss回来前 把30只小雷鹰都清理掉 对队伍的实力 有着较高的要求 可对林墨鱼来说 数量不仅没有意义 而且越多越好 林墨鱼身披闪电之翼 在空中急速飞行 小雷鹰在后面追击林墨鱼 却始终追不上 他再等 等雷鹰Boss返回 闪电之翼维持时间只有一分钟 现在还剩下40秒 在30秒后 雷鹰山顶传出一声高亢尖叫 随后Boss雷鹰重返战场 气息比之前更为强盛 等级又提高了一级 属性都有增加 35秒 林墨鱼记下了时间 雷鹰再返回后 35后会重返战场 时间已经掌握 那就没必要再拖着了 闪电之翼震动 林墨鱼速度陡然加快 转弯折返 直接落到了一只小雷鹰身上 小雷鹰体B0SS略小 但也有3米宽 一展更是达到了10米 站几个人都完全足够 5只骷髅狂战士出现林墨鱼身边 红光闪过 技能摔老诅咒 雷鹰的世界顿时变了下来 15倍增伤 100倍减速 即使以速度见长的雷鹰 此刻也彻底慢了下来 5只骷髅狂战士同时爆发技能 红光在斧头上暴涨 随后跺下 砰的一声 这只小雷鹰发出带着惨叫 瞬间被秒杀 在他生死瞬间 林墨鱼手指一点 技能 尸体爆裂 二转之后 尸体爆裂的技能等级 虽然没有变化 可天赋增幅从40倍 变成了50倍 同样是六级尸体爆裂 范围从240米 变成了300米 伤害从尸体生命值的14倍 变成了17 5倍 再加上诅咒的10倍增伤 爆炸声响起 恐怖能量席卷天空 所有小雷鹰被集体秒杀 就连BOSS都再次受到重创 此时林墨鱼闪电之翼 还剩下5秒 林墨鱼立身于爆炸中心 双翼张开壮如魔神 左右开弓 持续连续发动 每秒三次技能 这是林墨鱼目前的技能 施展速度极限 不过他在神下塔里试炼的时候 从刺客系职业者身上 学到了一项技巧 可以左右同时使用技能 前后大约有0 一秒的间隔 可以大大加快技能施展速度 这种状态下 每一秒都可以放出5次技能 在小雷鹰尸体摔下去之前 林墨鱼已经连续引爆了10多次 轰鸣乌声中 雷山震动 雷光被炸灭 BOSS雷鹰带着悲惨嚎叫摔了下去 这一次他没有再起来 击杀雷鹰 经验加49000 获得闪电长剑 获得闪电盔甲 获得闪电结晶碎片星号4 闪电长剑 白金级武器 全属性加1200 剑士类技能增幅60% 技能闪电斩 闪电斩 对敌人造成自身力量100%的伤害 同时附带自身力量100%的电元素伤害 有机率令敌人在5秒内陷入麻痹状态 冷却时间一分钟 闪电盔甲 白金级盔甲 全属性加800 电元素伤害减少20% 闪电常见的属性一般 在白金级武器中只能算是电底 不过他所附带的技能还算可以 应该能指点钱 闪电盔甲非常普通 没有什么亮点 倒是闪电结晶碎片的数量 让林墨宇略显意外 一次掉落4枚 不算少 加上之前在雷泽闪电源身上 获得的那一枚 正好可以合成一块闪电结晶 这次副本之行 收获不小 不仅意外获得了闪电之异技能 并且还看到了十分隐秘之势 知道了雷电之神的死因 黄兽之王 连雷电之神都能杀死的恐怖怪物 林墨宇不仅把黄兽之王 和亘古战场里的那位做比较 发现得不出答案 两者都太强了 强出了他的理解范围 目光在雷山中又搜寻了一遍 确定没有什么遗漏之后 林墨宇退出了副本 副本外 那些皇室中的长辈已经离开 只剩下东方瑶和东方义还在 东方义身为国主 林墨宇还是认识的 见过国主 林墨宇主动朝着东方义打招呼 东方义脸上带着笑 林神将可真年轻啊 最近一直听到关于林神将的传说 当真是后生可畏 林墨宇微微一笑 国主过奖了 东方义说道 先前东方顺的是 我代皇室向林神将表示歉意 若林神将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向瑶儿说 若在我皇室能力范围内 必然答应 这算是一个承诺 东方义不仅仅是国主 更是神级强者 他的承诺分量有多重 林墨宇清楚 林墨宇并没有把东方顺的事放在心上 更何况之前 还欠了东方立一份人情 谢谢国主 若国主有什么事 是在下能帮上的 也请尽管开口 东方义爽朗大笑 好好好 我们皇室将是林神将最好的朋友 你们年轻人聊吧 我这个老头子 就不在这里耍眼了 东方义得到了想要的回答 虽然只是一句话 但是足够了 他调查了解过林墨宇 知道以林墨宇的形式作风 只要是说出口的话 必然会做到 只要能和林墨宇保持着良好关系 就是最好结果 东方义离开后 东方瑶立即变得活跃起来 他眼睛微微发光 红唇微张 迫不及待 就问起关于副本的事 主要是问地域难度的一些变化 林墨宇把升格后的变化说了一下 东方瑶都一一记录下来 等到他们皇室队伍去攻略副本的时候 可以顺利不守 东方瑶说道 那等你刷痛快后 我们再组织队伍进去 林墨宇说道 你们现在就可以进去了 不用管我 啊 东方瑶一愣 怎么突然又变了 他还以为四 一林墨宇要刷上一段时间呢 现在听林墨宇这么一说 他觉得 是不是林墨宇之前的话 只是一种测试 只是单纯试一下自己的诚意 或者说是 林墨宇真的记下了东方丽的那份人情 不管如何 现在林墨宇既然这么说了 他就可以组织人员 皇室的副本攻略队伍早就待命 只需要他一声令下 就能进入副本 林墨宇已经得到了需要的东西 自然不会再有限制 东方瑶再次问道 我们真的可以去刷本了 林墨宇恩了一声 可以 说着之后 他拿出冷却护符 重置了副本冷却时间 再次进入副本 东方瑶眼睛打了个转 当即用通讯器 发布了新的指令 很快 一支十二人队伍跑了过来 在看过东方瑶记录下来的副本注意点后 传送进了副本 接着第二支队伍 第三支队伍纷纷赶来 皇室的实力 可见一斑 林墨宇和夏雪三人 也有